我是霸主 为了拿到一百万元的奖励 我参加了一档亚马逊丛林的直播求生节目 进行为期一百天的生存挑战 在野外还是需要一些船子草的 吓我一跳 去死 有些体力不支 看来今天晚上回不到那个营地了 不过正好这里有个山洞 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下 诶 正好有只墨跑进了山洞 白送上来的晚餐 不要白不要 nice 搞定 一觉睡醒 我连肚子都不怎么饿了 把这只墨仔了放包里带着 开两个椰子吃 然后装点雨水 这些蘑菇也都拿着 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生物 在亚马逊丛林94天了 这还是我头一回见到 它的体型小小的 非常可爱 我好想抓住它呀 好你个家伙 你算是提醒我了 你的一百种死法 我还没给你结清呢 你给我记着 哦 对对对 刚才就是这个家伙 肥肥的 太可爱了 我让你给我跑 可爱也不行 我发现 这并不是什么新物种 只是一只幼默而已 啊 五只马黄 可以 很舒服 这一晚上 我就这么渡过去了 都怪那只响尾蛇 不然的话 我早就到了 现在身体状态还行 估计到达营地 可以赶上晚饭 四十六 二十六 离这也不远了 只是有座山 需要绕过去 沿着山体走 应该不会错 哦 累死我了 今晚我得好好大吃一顿 前面有声音 哦 生命就爆 幸好我及时发现 我已经准备好了 来 你当我新来的 霸是飞野猫 哎呦 还敢来 霸是王八拳 你这小猫咪 怕是不知道 荒野小霸主 在这待了多久了 畜生牛犊 不怕虎就算了 你这么老的美洲豹 竟然不认识霸主 难道在你们猫咪群里面 就没有听说过 霸主的传说吗 今天晚上 我要加餐 我要吃大猫肉 现在我需要往南走 不过这个地方 不太好通过 如果能爬上去 就能节省很多时间 但是这个地方很滑 我只能试试看了 哎 不错 我爬上来了 我发现前面是死路 太棒了 我又可以继续绕路了 没想到被你看穿了 哎呦 别怪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找到干叶子了 这是一棵很老的棕榈树 OK 回去生火 做饭 饿了一整天 今晚可要好好吃一顿 给你们看看我的背包 里面有大猫肉 有末肉 还有水豚肉 除此之外 还有可可纳果 番栗芝 坚果 蘑菇 哇 真的是太棒了 想到这些 我肚子都饱了 不吃了 直接睡觉 没问题的 我真是爱不透你啊 不好意思开个玩笑 我肚子都饿死了 这大猫肉 和我之前吃的完全不一样 再尝一块 没有水豚肉好吃 吃饱喝足 我也要睡觉了 我是个植物学家 我在亚马逊的梦想 就是吃吃喝喝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等我离开亚马逊 我希望我还能离开地球 去外太空 去外星球 研究植物 吃吃喝喝 晚安了 各位 吃喝喝酒 吃喝喝酒 吃喝喝酒